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珍爱台湾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欢迎继续收看《独色觉醒》 我是朱高正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件 有点难过的事 就这两天 我到桃源的一家 顶级饭店 那个饭店的主持 是一个香港同胞 他在1990年 为了要闪开九七大县 就移民到台湾来了 在台湾定居 娶太太 生小孩 但是他这两天跟我讲 他就只做到这个月底 已经下定决心打包回香港了 我问他说为什么 他跟我说 朱伟颜 在香港 没有技术的观光当那个洗碗工 在餐厅里面帮人家洗碗 一个月的工资就有台币八万了 在台湾 你当一个主厨 一般就四五万 我算是好一点的 大家想想看 我一听了我就知道了 大家要知道 1990年 是台湾最好过日子的时候 我常常笑着跟人家讲 生要生对时代 死也要死对时期 你要是在1987年到1993年去世的人 在台湾都是寒笑归途 为什么 那时候股票正好 每个人扣股 股代都是股股的 对不对 而且呢 从1987年以后啊 台湾解除戒严啊 自由民主的气氛啊 从来在台湾一百年来 从来没有享受过的 所以那时候 大家可以放心的寒笑归途 但是如果你是在1993年以后 才去世的人 都是带着忧伤 离开人间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 台湾经济已经开始走下坡了 看着自己的儿孙将来何去何从 我在这告诉大家 我长期以来担任陆配 也就是大陆 驾到台湾的这些啊 配偶的顾问 我发现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陆配 都后悔驾到台湾来 为什么 大家要记住啊 二十几年前 他们能嫁到台湾来 那是比别人都高半格 很自豪的 但是从93年以后啊 台湾的新闻啊 大陆很快就知道 都是很丢脸的新闻嘛 搞到最后啊 很多陆配现在啊 不太愿意回大陆 因为回大陆 人家问东问西 台湾怎么会搞成这样 很没面子 我认识一位大陆配偶 讲起来很心酸啊 也是二十多年前就嫁到台湾来 哎 他跟我讲 要追我的人排队都排到美国去了 他嫁给谁啊 嫁给他们一个林波的同乡 老兵 大他四十岁 嫁不到五年 老兵 病啊 他只要把老兵 接回林波 请他的家人帮他照顾 他自己在台湾 他就跟我讲 很后悔嫁到台湾了 我在这里就要告诉大家 像今年 高中毕业生 超过一千五百人 跑到大陆去 我可以这样讲嘛 明年只有更多 不会更少 为什么啊 因为你在台湾 你的竞争力都没啦 这个李远哲 害死我们的下一代啊 他告诉我们说要快乐学习 我在这里要问大家 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刻苦学习 才能够学到真功夫 真本领啊 你年轻的时候快快乐乐学习 老了 你就知道痛苦啊 所以说呢 大家想想看 台湾到底出了什么大问题 本来明明好好的保倒台湾 怎么会搞得 年轻人看不到未来 看不到希望 大家要知道啊 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厨师 90年就跑到台湾来 我曾经碰到一个香港来的计程车司机 我就问他啊 说如果 他是为了要逃避97大县 才跑到台湾来 我在1998年就问他 因为那时候 香港已经回归大陆一周年了 我笑着问他 因为他对共产党印象不好啊 我说啊 如果那时候香港 回归的时候 是回归中华民国 你认为会怎么样 他说 如果回归中华民国的话 那一定完蛋了 大家想想看 这些香港人 他们都热爱台湾 才会搬到台湾来 但是在台湾一住 说怎么会这样 荒腔走掉 当官的不像当官的 大家看看嘛 现在 我们的台湾 充满着暴力之气 常常就打群架啦 喝酒闹事啦 电视上整天看到的 都是这些新闻 为什么 上梁不正下梁歪嘛 孔子讲得很清楚 正者正也 只算以正 俗敢不正啊 孔子早在2500多年前就讲了 政治 就是要依正道而行 你如果用正道来领导大家 谁敢不按照正道来走啊 但当上面的人 自己不迂寻正道 下面有样学样 这就是造成今天台湾 一直败坏的主要原因 所以说大家想想看 连香港人 连香港人 连陆沛 都已经看破台湾了 我在这要问台湾同胞 这些都是我们用选票 选出来的 大家 要为自己的选票 要自行负责 今天 台湾啊 会跌落到这样 都是我们过去选票 选出来的人 干的啦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 要觉醒 不要再投什么民进党啦 也不要再投什么国民党啦 你要投给 你自己认为真真真正正 能够为我们谋福利的人 珍爱台湾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我是朱高正 我在无色觉醒 在无色地和我们安排 在无色的环境 未证明 时商业 最新闻的走路 太这么多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